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才是老师的好学生 文殊菩萨 法院求生净土 普贤菩萨也是法院求生净土 学生跟着老师一起修净土 好学生啊 所以净土就是无量寿金 华言发华到最后归哪里 归无量寿 所以无量寿金就变成第一金 真正的第一金 那无量寿金四十八平 我们要继续不断去找他 哪个第一 这四十八平里面哪一品经文是第一 是最重要的品 当然是第六品 第六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那释迦摩尼佛为我们转述 是阿弥陀佛因地上法的四十八愿嘛 这四十八愿四十八条哪一条最重要啊 古大德给我们说出来了 第十八愿 十八愿是临运中十一年十年都能往生极乐世界 这很得了啊 所以 摄方三世一切祝福如来 映画到无量无边祝福个图里面的摄法界六道 用什么来教化众生 借印众生 帮助众生 一生成佛 都是这个方法 那么换一句话说 净途三世 无量寿节 弥陀节 观无量寿佛节 是一切祝福菩萨 在摄法界在六道度中生 一定要讲的 这是他主要的 独中生的方式啊 其他一切经教 那附带的 这是最主要的 我们的有这个认识 那为什么讲 他不相信这个进度 他不能接受啊 他喜欢别的 他喜欢什么 我就跟你讲什么 讲到最后的时候 统统归的事情 妙不可言啊 无论是中文教下 你看禅宗小达特 到晚年 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的 往生传里头 很多 华言宗的不必说了 十大愿望 到归极乐吧 天台宗的 智哲大师 他就是一 他自己修行 是一观无量受尽 十六观尽 他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那我们从这些 祖宗大德 就认识这个法门 认识啊 这波经典 所以他真的是一尘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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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